Hello 大家好 回到9月4日 星期三有紫程大師是到的 我們和軒仔調了一天 大師是不是一開始的時候 想說一說一本書籍呢 我朋友中文文社 是一本 他應該在《蘋果日報》裡寫的 是88個童話的新篇 是 那就是中文無藝可記 故事非常有趣 還陷害的 是把那些童話 惡搞了很多童話 但又不是越端 好處只有名字 但沒有人可記 這本書很推薦 應該是賣222元 我們會掛出來有收的 在那個什麼 網罩 我們都會在這條影片裡 應該會在這條影片裡 所以很推薦 我很少會說人中文號 你什麼時候見過說人中文號 是的 你不罵人已經出奇了 中偉文拿中文沒辦法 能夠挑剔他的 因為他是很少少中文好說的人 他拿了 我想是六七屆的那個叫做千年文學獎 而且他是金融的中文秘書 哦 難怪有這麼好的文童 後來做了評價部 後來做了評價部 但問題是中文就真的不一定的 嗯 大家就要去看這本222元的夜色 在我們的連結上 就會擺放出來的 大家就看看為什麼大師會賺不絕口 看看他的文采竟有多厲害 好 然後先跟大家跟進一下天氣方面 預測 今個星期可能會打風 大師 我要留意這個科技 是的 現在暫時還是1號戒備訊號 很快可能天文台就說 下午12點就會改發3號的 OK 好 那不要緊 明天會不會做8號 8號都是這幾天而已 嗯 下星期六天可能有上班 今晚也有 應該騷擾 應該是 騷擾不了 應該是 不會有任何的 這不是他騷擾呢 我一時之間想不到 冬刺 不會出現了債掛 但據說是 這次很厲害 是的 都好像菲律賓那邊已經水災 其實很多人都很厲害 但問題是打不打中 打中就厲害 打不中就厲害 打拳的那些 打拳很多拳都厲害 那拳命中就厲害 據說打拳的人說 如果那拳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之下中一招 你就怪得了 你如果有準備就沒事了 嗯 大家就要記得 低蛙地區那些 就要小心一點 可能由水浸 你圓門那些 當風位置 很怕穿 是的 真的很害怕 還有那個叫龍珠島 龍珠島 是哪個的 現在成名 深井 深井 OK 好 接著講完天氣方面 接著我們又回到這一個 不知道大家趁著暑假之前 都應該多些人出外啦 那現在就開學啦 那可能大家就少一點出去 但是有些人都會 頻頻頻去公幹啊 搭飛機那樣啦 那很多人就搭郭泰啦 那郭泰就出現一些事故啦 那昨天凌晨呢 前往蘇黎世的CX383航班呢 就接返香港啊 那我發現了些什麼事呢 就說可能是 那些故障 我見到他斬斬燈啦 然後就回到頭 那見到原來 他是不是斬斬燈的 你有沒有說斬斬燈的 他說亮起紅燈的 那樣的 就是都是 然後回去檢查啦 那就是引擎的 就是報件有故障啦 那取消了 昨天和今天兩天的 就是24對來回航班 好像在星期六才會正式恢復的 這個是一個A380來的 嗯 那A350來的 那A350因為呢 它是一個結構性的事件 就是說是一個不是單一的事件 大家會覺得有可能 可能是整個扣了的問題 要不然你不用取消其他航班 如果只是那一件 如果只是單一飛機有問題 那是不用取消航班的 你現在取消那麼多航班的 就是他怕價格也有問題 那究竟這個價格的問題是他理由 是他理由 是他理由 那個叫做是 是究竟是 國泰的檢查的標準出現了問題 流程出現問題 還是那個機出現問題 那就是大家都不太知道 但是因為這樣說 波音就已經出現了極大問題 不停地出現故障 而且A919 中國A919既然沒有大型飛機 而且兼且大家還未建立到長時間的安全性 所以究竟我們現在坐什麼 記得只是坐舊機 因為我一時之間就不知道 A350 A350究竟是 什麼型號 是 是 哪個年份出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新的東西是很不安全的 我想隔一些舊機 但是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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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讀一讀 我現在讀一讀 那個 新聞先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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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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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麽 由我實在一天 是 這是 或者先檢查清楚一點 寧願回答,所以現在來說也是回答私人飛機安全點 但不是每個人的經濟狀況可以支持到這件事 剛才大師,可能再補充多一點 其實當時機師發現有個警示燈兩氣 懷疑引擎起火,於是緊急途中放油 反航香港,凌晨1時40分是安全降落 這件事件引起大家的外界關注,就是飛機安全性的問題 其實都見到林世雄都有關注這件事 就是運輸及貿務局局長,他都說會跟進事件 避免對旅客有什麼影響 林世雄其實都… 很少聽到運輸及貿務局局長出來說話 但是他昨天也去了德國,出席一個座談會 就說到說香港的航運業現在是面臨嚴峻挑戰 但同時也對於香港和全球有重大的機遇 他就說到現在有一些評論 就認為香港和國際的航運中心的地位已經減退了 黃金時代結束 但實際上其實他說香港是位於亞洲中心的戰略地理位置 包括靠近內地有良口的港口設施 令到香港成為東、西方貿易和商業的重要門戶 這件事不是靠港的,香港的確是由世界第一變成世界第十 所以港口已經是掛了,所以不需要討論這個問題 不需要爭議,而且還會一直跌下去 因為香港的港口也沒有投資,也沒有建過碼頭 當年我們將碼頭建造的事離之後 已經是注定了這件事 那碼頭當然因為要建新碼頭 李嘉誠壟斷了,他不想再投資資金下去 他覺得匯報增長不太強的行業 都是用這些錢來做地產好些 當你不投資港口的時候,你就已經掛了 但是香港現在的物流來講 應該是在航空物流那裡發展得很快 但是水運已經掛了 如果要去做,那要再建一個碼頭 現在我們貨櫃碼頭 они很想當地在社會 quan賞房子 所以 還有就是 啟德那個交易碼頭採摩營 也是有灰烏烏烏 也是有救人 所以整fi煮ujuy 不知道是否等會做了幾十年 你有沒有去過其他郵輪碼頭 好像很少聽你說 那當然沒有啦 愚蠢的瘋了 他的規劃是已經死定了 郵輪碼頭本身是一定要有設施的 香港其實以前是郵輪碼頭 海岡城 海岡城就有設施 是啊 你說過 是啊 大問題 我希望在郵輪碼頭下了之後 人家搭車去尖沙咀 去什麼地方 是不設實際的 尤其是那一陣子還這麼濕車 你預不到時間的 所以你郵輪碼頭 其實你一定要配合當時有商下住宅 那些去到處去配套 即是郵輪碼頭只是帶到一部分 他自己本身是有流量的 那遊客和人都放在一起 那你才行 如果現在他有需要中心 或者有什麼你才可以搞定 如果你現在見到很多世界 很多很好玩的港口 都是本身在隔壁 walking distance 就已經一定要有東西玩 現在你這樣 他這個 死了 是幻想 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嗯 即是還覺得香港還有競爭力 即是在航運上面 是啊 即是我覺得是無謂的幻想 即是已經被一堆廢人 即是無腦的廢人是把持了 以及已經弄到玩完了 哦 即是你要從頭再來 那裏唯一現在的作用 就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用來拍了遊艇 嗯 哦 因為遊艇的碼頭是不夠的 我說遊艇的碼頭 哈哈 大師有沒有遊艇啊 哈哈 我也想有 那你看到入境事務處公佈 預先通報乘客資料系統 在昨天正式推行 就為了加強入境檢查和執法能力 以阻截一些包括潛在的賈難民等 不受歡迎人士乘坐航班來港 那麼入境署也都昨天是實施了一個預報的系統 規定航空營運商是需要根據這個入境規例 就向入境署傳送來港航班 和他的乘客的預報資料 預報系統不會向有香港居留權的永久性市民 發出禁止登記的指示 是 理論上齊 但是很多香港市民已經被取消了 他的香港市民身份 哪些人啊 被通緝的人 有一部分如果有人去英國或者去取消身份 那些就不算了 好鬼不知道嗎 當然是不可以取消了 因為這個是基本權利 就算你犯了罪過一種 好鬼回來坐牢 但是問題就是 有一堆人是被取消香港居民身份的 嗯 好 然後另外講一下住屋問題 簡約公屋就趕了很多個禮拜了 現在就說房屋局 就推出一個特別的津貼試驗計劃 就給簡約公屋的住戶申請 那他就向這個關外基金就申請了8988萬元 就向入住這些簡約公屋的基層人士提供一些 就是津貼啦 那他應付一些搬遷的開支 那計劃就分兩年了 津貼的金額視乎他的住戶人數啦 以及簡約公屋的所在地區 他就說又要搬東西啊 又要運東西啊 所以都好像會用很多次 九千萬左右 九千萬左右 那我也講了 就是你為了 這個就是人務院內必有近憂 嗯 當你的錢浪費了在一些短期的利益那裡的時候 那你長期的利益哪會受到損害呢 因為預算是這麼多而已 嗯 就是你為了 弄好了李家超弄了幾年任期的時候 做了一些KPI的話 其實你是令到 是令到長期的利益受損的 就是永遠大家 香港來講 簡約公屋和 簡約公屋和 是 203年的時候的大遊行是一樣的 其實就是 短期搞定了 長期關人鬼事 就是全部都是這樣的 因為短期做了一件事之後呢 你其實是影響到長期利益的 因為你運用了 你那些可以做了一些長期利益的能量 是啊 就是等於以前的時候 我們犧牲短期利益 就去做一些長期利益 譬如說做地下鐵 很多年前的時候 在地下鐵的時候 是大家怨聲載道 為什麼塞成這樣 搞成這樣 搞到地面亂撞光 那些就是因為你犧牲短期利益 就是為了長期利益 到最後你就會發達 現在就是因為個個都是為了 簡約公公說所有的事情都是為了長期利益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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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搞定了先 然後就去長期利益 這二十幾年來 所以香港人是廢人 就是因為這樣 大家都希望大家搞定了 然後之後可能移民就算了 或者以後的事又再算了 那些人呢 小時候不讀書 帶來乞丐之類的 當然現在讀書沒用 但是現在小時候你不努力 其實都有很多方法可以努力的 不努力工作 不努力去想辦法 不努力去做人 那你也是會犧牲長期利益的 不存錢 那些 不做事確是沒有益 你竟然懂得這首歌 其實現在的人就是太短視了 很多人就說搞定這個 選了公屋 再叫政府加快去建公屋 其實兩樣東西 那些錢只有這麼多 建一間一間公屋 就沒有錢去公屋 你一定是喜笑公屋 愚蠢 香港人永遠都是這樣的 他們不知道這世上永遠是有犧牲 每一樣東西都付出什麼代價 就是我經常都說 那個人是關於金融安全的問題 我說其實香港怎麼解決金融安全問題 我說其實香港是完全可以 沒有金融安全問題 問題就是你 將來一定有 但是問題是你願不願意付出代價 你付出的代價就是什麼 就是你現在趁政府還有錢 減預算 你不捨得 不肯啦 因為減預算你會吸引人 你的失業率可能去到10 但是政府是有錢的 基本上你就有金融安全 你會不會願意犧牲一部份的經濟利益 一部人的經濟 令到經濟衰退 你又維持金融安全 你不會 不肯 每個都是這樣 你不肯犧牲東西 你就不獲得 每逢你想獲得一件事 其實你的目的就是要犧牲 就像上次你之前說的 工作人生平衡 你不可以做到 因為如果你做到 就會不成功 是啦 沒錯 好 那 講到經濟好像真的很差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恆子公司 昨天就說 大市目標可以去到 22,621點 潛在的升幅還有26% 都這樣說 恆子公司 什麼恆子公司 是可以預測的嗎 他說是以上至下的角度估算 那我想這個 我不需要怎麼計 就是市人率 或者計什麼 那我不知道他們要做什麼 不過恆子公司 他們有這些內幕消息的話 其實這樣做的話 已經肥過豬了 肥過豬 就是自己 好想你賣賣賣賣賣 這樣 其實是肥過豬 嗯 好 那接著之後呢 我們又講一下這個 啟德體育園 大家都可能關注 就是明年來 有些盛事 會不會在啟德體育園這裡搞呢 那最先好像說 全Coldplay 就是一隊很厲害的外國樂隊 外籍的外隊 就來到香港會 就是做第一個表演單位 那還有一些大型勝事 好像七人籃球賽 都會陸陸陸陸陸陸在這裡搞的 什麼體育園不是做體育嗎 對 都不知道為什麼搞了演唱會 是咯 因為體育園和演唱會 應該是 那個如果是做體育 和做宣 都是循庸扭囤 應該是那個格局是有少少不同的 但是不知道他怎麼樣 因為我都沒有去過體育園 體育園 那個格局是會有一定的分別的 正如紅館其實是體育館 它四面牆 其實四面牆不適合做演唱會 因為那些什麼很難搞的 那些藝人很難做的 但是不要緊 香港都是隨隨隨便 體育園 體育園不是做體育的 我們就要公開多些體育 體育多些什麼 一來一來就講演唱會 那不如搞演唱廳 那為什麼不直接叫演唱歌劇廳 歌劇園之類的 我也不明白 紅館體育館也是搞演唱會的 我也不明白 你說起運動 可能大家過了奧運 少了留意殘奧 殘奧方面 我們香港竟然排27名 在排名榜上 有兩金三銀一銅 都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你看到其實也是玩劍擊 很多都是玩劍擊 還有玩硬地滾球 去拿獎 香港劍擊 其實以前何嘉麗 其實一直都有很好的劍擊傳統 嗯 但是那些人是不是有錢 才能玩這個體育的呢 就是這個項目 我想是的 大師有沒有留意殘奧 我其實沒有留意 奧我也沒有留意 我也沒有留意 我完全都不看肉 但是可能有些特別的畫面 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 就是 特別的畫面就是看女生 是 即是她老公好像有什麼 吃了她一口 對 都很甜蜜 對於甜蜜的畫面 我都不是特別感動 哈哈哈哈 那你會不會看到那些求婚 或者結婚那些甜蜜的 當然不會啦 都沒有感覺 難道你會嗎 下一個看鹹片那一個 哈哈哈哈 然後另外說了 昨天 早上我便有份去了那個抗列 抗戰之列 抗戰之列名槍的儀式 在那個 香港大會堂前面 是嗎 抗日戰 競爭紀念日 是啊 昨天就有個儀式 早上在香港大會堂外面的花園 舉行 跟著之後呢 我們的特首李家超都很忙 就去了 這個香港海防博物館呢 為這個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的儀式 做一個揭幕禮 因為呢 就這樣 因為呢 以前的時候我們讀的時候 就是 現在很多黃絲都會說的 就是究竟英國軍隊呢 幾這麼勇敢 抗戰 打了一大輪 然後就投降了 但當然英國軍隊呢 實際上當然是非常之 非常之 很快就大批大批投降給日本人 看不清楚 但別人就覺得 但因為經過宣傳之後大家說英勇抗戰 不知道英勇抗戰為何要投降 接著之後呢 就是 葉大人的時候 要什麼時候呢 那套戲呢 其實那時候呢 東江中隊呢 就一直在敵後來做些 遊擊 或者是 救人啊 那些 那些事情 一直在打一些遊擊戰 所以呢 現在當是改朝換代之後呢 大家就在那裏宣傳東江中隊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 我看到很多都還 大家不太記得 所以就唯有 是不停地說東江中隊 東江中隊 那也是一個宣傳來的 是 因為東江中隊之前 我們不是 在什麼時候之前 我們是不太提到的 那 那問題其實 東江中隊 在 現在香港來說 是很重要的 譬如 有很多人 東江中隊的人 的後代來的 就是香港來講 嗯 有個肥仔 叫做什麼 我忘記了 是東江中隊的後代來的 而那個叫做肥仔的博士 一時之間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那另外一個就是 陳雲 都是東江中隊的後代來的 那很多香港的二代 很多紅二代都是東江中隊的後代來的 開了一個博物館 裏面就有很多 就是一些專題的廳 那都是講抗戰的 那當然要什麼 那當然要宣傳一下 這一件事 因為抗日 是 是中國 各國都是講抗日的 是的 而中國 他們講的東西 整個什麼就是抗日的 整件事就是抗日的 但是因為當時的時候 中國在抗日的時候 真正是合法的政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黨政府就更加要講他們在抗日 在抗日的成就 因為他們不是一個正統的政府 當時的時候 1949年他們才拿的正統 但是問題就是 至少應該要講一件事就是 因為日本人是侵略中國 他是說要消滅共產黨 他不是要消滅國民黨 他是說 日本人侵華的目的 就是因為中國有太多共產黨 所以他消滅了共產黨 而他打蔣介石政權的目的 就是因為蔣介石政權勾結共產黨 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中華民國在日本 是朋友來的 只是日本來講 只不過中華民國的汪精衛政權 就是日本人的朋友 而蔣介石政權就是勾結共產黨 所以他們其實侵華的目的是為了反共 這個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是這樣 這個香港抗戰及海防物館 就是在原子海防物館那個位置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看的 今天開始就是免費入場 因為反共的人 那些人經常都宣傳是中國 是毛澤東三分抗日 嗯 嗯 雖然這是一個事實 但問題是日本人的 講的對象 就的確是 高產黨 嗯 嗯 OK 最後我們跟進一些大學的風波 那麼 港大的 之前問過大師 中大和港大怎麼看 他都說 沒有眼看 是的 那港大校委會副校長任命風波 都是引起關注 那六月的時候 我們都曾經在亞洲新聞都有說過 就是成立了一個調研小組去介入 那現在最新的結論 昨天下午就說開了一個特別會議 聽取了一個小組報告 那下午大概五點鐘呢 很多的教會 就就相繼到港大的那個 那這個 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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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 柳柳 俄 就出席會議啦 那最後那個消息呢 就是話呢 原先被任命為首席副校長的 法學系講座教授任永華 就因為任命未有諮詩教務委員會 因此未能生效 那另外一個叫黃 于 漸 黃 於 React 本身跟校長比較熟悉 繼續留任首席副校長 一直到明年6月 第一 他有很多副校長 第二 幾十個副校長 第二 副校長人高五百萬一年 所以這就是有一個問題 黃伊戰本來是中大 中大堅持是 另外一個事件是中大 曾經做立場新聞的博客 中文大學新聞語傳播系的專業顧問歐嘉倫 他在開學之前向校方請假 暫時中大回覆說不知道 他說是個人原因 但他問他個人本人 說不回應事件 說到他現在是優價中 不過不會影響課程 他是教了新聞學 道論 傳播法律 道德和碩士 首先不要說道德問題 因為我認識的 我跟他兩位同學 你認識的? 我跟他太太去東華的時候 因為他太太去東華是很出名的廚神 很本大 所以我們經常來往 因為他去東華關係 所以我們經常來往 但問題就是 他是一個犯法的人 因為他當事件入了罪 所以就立即要優價 我不管他新聞道德 或新聞學 毫無疑問 他教新聞法律是毫無疑問無疑問的 那件事是 應該是他做的 至少這一科就沒有 傳播法律 大哥 傳播法律與道德 是嗎? 我覺得整件事 中大新聞都是爛透了 有可能教別人 任何人都可以做記者 有無疑問 那你的新聞的職業 當義無存 你教道德 可能你說我很有道德 我很多報導新聞都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當你犯法的時候 你教傳播法律 你就是叫記者不要犯法 道德有問題 不是道德法律 法律 法律知識有問題 很明顯法律知識有問題 他就是做了傳播學院的專業顧問 很明顯他沒有專業程度 至少就這一科來說是沒有的 不關事的 大律師都犯法的 但是你自己也沒有教的 你都是做這些 你知法犯法 你不是教法犯法 教為人私表 就不應該這樣做 好 接著說回外圍的新聞 先跟大家說說江果 江果金政府 說有大批囚犯在當地時間 星期日晚 昨天有沒有說過 沒有 但見到幾大單 星期日晚 那些人就持一些武器 試圖去攻擊越獄的越境 越獄逃跑 至少129人逃離 首都金沙薩中心馬卡拉 監獄的時候死亡 因為那些人開槍 之後就經過一些武力鎮壓 之後局勢暫時就得到這個控制 對 這是一個大監獄 江果金是一個很亂 很窮的社會 你給人看一看 那些照片是怎樣的 那些人都好像機民 對 其實阻止逃獄的人的監犯很容易 你只要射殺他就可以了 對 就是死肉 所以射殺他 當然是不幸的 但問題是 你只要看出他們現在這樣的情況 都是很不幸的 嗯 即是這樣去運動的話 很難不 反擊 反擊 其實一個地方究竟有多文明 究竟有多文明 其實是看見那些監犯 究竟有人住到 嘶 的生活情況 對 監犯一定是最低的 你一定要有懲罰性的 所以他們 如果他們的生活 本身好像在我們來說 比我們更差 比我們坐牢 那你坐牢就變成了不是一種刑罰 嗯 所以你一定要坐牢的生活 是遠遠低過你一般人的生活水平 才可以 那他們的生活水平 大家知道是怎樣的 那我就這樣了 嗯 是啊 那他們就在跑的途中 淺踏而死 那有些就真的被人射殺了 你看看如果這樣住 你可以想像在那裡 如果去廁所是怎樣 大家問著那些尿味 那就快地去 不過都沒有什麼東西吃 沒有東西吃 對 好 跟著另外說到英國以色列 那英國星期一 就決定向以色列發放三十項的 暫停發放 對 暫停 向以色列發放三十項的武器出口去可證 那以色列外交部長 卡茨和國防部長加蘭特 對英國的決定表示失望 那英國外相林德偉 他就在國會下議院就表示 英國評估就認為 向以色列出口某些軍事產品 存在明顯的風險 有機會是會用於實施或者協助 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行為 那最重要的是英國 因為英國本身 國內很多抗議以色列的行為 所以他多多少少做些事情 另外一樣就是英國本身 其實他現在做的時候 因為他出口的出口貨物 他所得到的利益不太大 出口軍火 美國得到利益 因為他換回了 其實以色列整個 以色列本身他在美 以色列那裡是 美國是以色列的殖民地 或者美國是以色列的殖民地 總而言之兩個就是 騰冷瓜瓜能騰 而是 英國是 跟以色列畢竟是沒有那麼近 但最重要的是 因為國內反應聲音太大 因為他講完之後 他都說支持分界行使治維權 只不過做一做色水 嗯 做一做色水 是的 嗯 他都是支持行使治維權的 只不過你要對人民 是說一點點 有的確有做事 這樣 那另外就講完普京 那俄羅斯總統普京 星期一晚就去到這個蒙古首都 烏蘭巴托 那大家就很關注他 因為之前呢 在ICC就去年對這個普京發出了一個拘捕令 那他第一次去到… 國際刑事法院 是的 那他第一次去到ICC的成員國 那蒙古政府就沒有履行對普京的大捕令 那些人就覺得說 ICC是否真的沒有用的 還是怎樣 那第一就是 這個國際刑事法院呢 他是… 通緝了普京 嗯 但是普京呢 他就… 所以他故意去烏蘭巴托 那烏蘭巴托呢 其實蒙古國就是比… 他只有兩個鄰國而已 他沒有出海口的 他一個就是中國 一個就是俄羅斯 那給阿天他做膽 他都不夠膽去拉普京 因為拉了普京的話 是… 一拉了普京的話 那我想俄羅斯就立刻 立刻軍隊入侵乘機 吃著吃蒙古國 所以蒙古是完全不敢這麼做的 那就是他吃挖他這件事 那也都… 我相信在那裡有天羅地網 那如果沒有人會刺殺他 那當然了 那所以他應該… 因為蒙古國應該是三百多萬人口 但是有百多萬面積 接近二百萬差不多 面積的一個… 國土大國 是一個非常窮的國家 而且… 那蒙古拉人當然是吵這件事 就說是逃避炸 但是這件事呢就是… 第一就是… 普京最重要是做一個先例 就是… 現在國際人事發院通緝我 以後呢 那他根據這個先例的話 那他可能去一些… 類似其他國家出訪的時候 都可以是… 根據這個先例來去做 所以他之前是不能出訪的 嗯… 那就是… 普京是否今次贏了一著呢 那普京當然贏了 現在這些小將贏有沒有用呢 最重要是烏克蘭打贏 嗯… 好… 最新好像說俄羅斯都是向… 就是… 烏克蘭那邊有發動襲擊的 有… 你… 我這句話不好 明明說什麼 是… 即是大型的襲擊 這個不好的 你講什麼 那些其實是戰爭 不是叫襲擊 我現在打你一拳就叫襲擊 不要啊 好 那我們… 大師傅有沒有補充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亞洲新聞去到這裡 拜拜